现在进入第三周了 第三周我们的进度要讲课本里面 3.5 3.6 7 8 9 听起来有点可怕 有点太多了 但是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说过 我用一个比较慢 比较缓的坡度开始学习 让大家先在我们真的比较熟悉的 多项式的这个范围里面处理微分 也做一些计算的练习 那么我相信这个比较缓的坡度 是在学习上是有利的 现在我们到了第三周 这个坡度其实也没有变高 我等一下说明 但是它必须要让我们走快一点 好 3.5 到 3.9 听起来是很多的 但是其实重点只有两个 第一个是 3.5 3.5 的重点其实就是只有一件事情 三角函数的微分公式 三角函数我们在高中学了六个 现在目前重要的只有三个 sine cos tangent 只要这三件事情的这个微分公式 能够了解 能够背得起来 相信我它非常好背 就可以了 事实上连tangent都可以暂时不要 就是sine cos 就可以了 那在推讨sine cos 的微分公式的时候 我们遇到一个很特别的极限问题 这会是我们第一次不能用多项式处法 不能用约分来解决的极限问题 这是我认为这个礼拜在观念上最重要的事 然后呢 这个 3.6 3.7 其实它们是一样的 3.7 是 3.6 的一种特殊的应用 所以真正重要是 3.6 3.6 是什么东西呢 它不是一个新的公式 它有点像微分的乘法律 除法律 它让我们把某些函数的微分呢 可以套进公式里面 所以它是一个技术 那这个技术 为什么不跟微分的乘法律 除法律 还有这个系数基 这些简单的规则一起讲呢 当然就是因为这个技术比较高干 这个技术比较高干 比较重要 就稍微难一点学 那为了学这件事 或许你在高中学过合成函数 为了学这个微分连锁率 这个比较高干的技术 我们要把合成函数的技术再练好一点 所以不论是合成函数 微分连锁率 还有3.7的隐含数微分 其实都是技术 这个技术 练习技术没有什么别的事 就是练习 就是多做题目 多练习 那么最后这个 3.8 3.9 就是一些标准应用 一些标准的应用 其中3.8的应用是很有趣的 这个当然等大家看到题目就知道了 3.9的应用呢 其实是我刚刚说 我们前面那个比较缓的坡度的时候 已经一再的说 一再的跟同学讲的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函数 如果所谓的可以微分 那么这个函数的图形 在局部放大来看 都像一条直线 这条直线呢 在我们高中学过 有直线方程式的写法 还有另外一个写法 就是一次函数的写法 所以我们过去都在写 切线方程式 也就是要把刚刚说 局部来看的函数 都像一条直线的直线方程式 写出来 那就是切线方程式 但是如果你把它写成 一次函数的样子呢 那就是3.9要说的事情了 他就说那个叫做 这个函数在某一个点附近的一次估计 或是线性估计 就是把一个函数 换成一个一次函数来看待 那只要我们要 所以我们就可以拿来估计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泰勒形式的多项是意在估计 其实就是要做估计 所以3.9呢 在观念上 在技术上 其实都没有新的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先放心了 3.5到3.9听起来很多东西 但事实上3.9 对我们这个班来说 3.9是旧的 那3.6 3.7呢 是一套技术 是一套技术 那这个并没有什么困难 但是要练 因为这个新的招数 可能以前你们都没有用过